2022年11月20日 分离轮抵达打捞现场 为打捞一艘船而造一艘船 这海从来没有过 在分离轮中间的月池周围 安装了46套液压提升系统 它利用拉力千斤顶收紧钢丝 将沉船从海底提起来 但工程是否能够顺利进行 还要看天气 我们总的原则就是说万事俱备 不要来分 因为分对我的分离号影响比较大 对胡新良本身的偏移会有影响 20号晚上8点开始 气象预报拿到我们的预期 我要借助一下入水的时刻 这个太难忘了 错过就有一辈子错过了 这个工程从今年开始一直在这里做 现在马上就要起来了 也末尾了 还是感觉蛮激动的 我们等这一天已经等了一年多了 大家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女性 同步提升的工艺还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技术 每一个油杆上面还有31根这种干脚线 它每一根受力都很均匀 总共是1426根的钢铁线 在起伏的过程中 一个是那个泥的吸力 还有这个伏力 还有提升力 这三种力量要互相的配合 这个难道是成倍的 预祝我们这一个提升成功 每一个时代有个每一个时代的使命 如果往前推实力 可能不是现在的这种方式 但是我时间过得今天 我们自己有能力做 并且所有的设备 一切全是我们中国自己的 我们有这个地气 也有这个智慧 也有这个使命 来体现出我们中国整个的 这种发展的方式 晚上八点起伏开始 46组钢铁线装置 缓缓提升 底下是总重量达到 八千八百多吨的 弧形凉尘乡和古川 这时候工程进入了 最为紧张的时刻 有变化了 说 抱一下 大话啊 时隔十五年后 我国再次对水下古代沉船 开展整体打捞 长江口二号古船 也得以重新辅出水面 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 水沉船整体打捞 长江口二号沉船 堪称中国水下考古 又以里程碑式的发现 古川出水那一刻 大围是最高点 大围先出水 和我们探摩的姿态是差不多的 下板好多人都在大围大围 那个地方是大围出来了 对潜水员来说 这正是他们此前无数次触摸到 却又从未看清过的水底湾物 感觉呼吸人在动啊 给你直观的那种感觉嘛 看到你的庐山真面目了 我看见载队 眼镜是发红的 然后我看见他拿一叶的手 在微微地掺斗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激动 历时七个小时四十分钟 古船达到了预定的提升高度 长江口二号的打捞 是一个考古项目 它集合了打捞装备等众多的领域 也考验着上海装备制造业的综合能力 本来是我们都做好在海上过年的准备了 很感慨吧 因为从刚开始接触这个项目 心里面没多大的底气 上船以后 顶着四十多度高温 登高作业 那时候我觉得就是太不容易了 而且是还要钻到我们的重量的舱里面去 这么厚的工学那个脚底 踩在这个板上 我感觉脚底板发烫 我们到海上以后 一开始这支队伍凑在一起 也是慢慢地磨合 到后面却是配合得有种默契了 最终能把他胜利打捞上来 我觉得之前的 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 深夜十一点 长江口二号古船被环抱在奋力轮中 踏上了最后一程的回家之旅 当新一天的霞光升起的时候 他回到了长江的第一道门户 无峰口 曾经的宝山封烟 已经成了无人灯塔 一百五十年前 这艘古船或许就是要从这里入海 准备驶向鸳鸯 未曾想 他的归途竟如此漫长 黄处江水本有不息 这条承载了数百年商船往来的黄金水道 他时刻还认得出 这一定是他第一次体验从桥下传弦 死去归来 城市已经变了模样